第一位有福气的男嘉宾会是谁呢 哎 我们的拭目以待咯 大家好 我是徐宰赫 来自韩国 今年24岁 小的时候去美国留学了10年 然后6个月以前来上海 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中文 今天的爱情宣言是 辛苦就是你永远开心快乐 谢谢大家 好了 你的这个爱情宣言和这个对生活的理解我们都了解到了 那刚才你上来的时候 这个特别帅气 当过兵 当过兵了 两年在海军 海军 所以这样 这样的意思 对了 那这个不算是今天的才艺展示吧 今天的才艺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唱歌 英文歌的 谢谢 谢谢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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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是为了哪位女嘉宾而来到节目现场 请选择她的号码 很有意思 我爱你妹 来 说一下对她第一印象 女嘉宾你在那儿跳舞 跳得太可爱了 那左边右边 让大家互动好开心感觉 太可爱吗 很可爱 你现在做的动作更可爱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看你的动作 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做事情很果断的人 很果断的人 对 很干练的 不是那种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的人 很好 你说话什么都 跟她说话用词简单 对 就是你很帅 你很棒 可以 加油 谢谢 我爸 对 你现在太可爱了 谢谢你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发觉所有的好话 都被前面的女嘉宾说完了 批评一下 你还希望人家批评 应该我应该 我应该提高我的缺点 提高你的缺点 降低你的优点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确定我的缺点 就以我的眼光来看 还没发觉 慢慢找 好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男嘉宾的名字 大家好 我是翟赫 你可能叫我J 我来自韩国 但是小的时候去美国 游学十多年以后 因为我喜欢中国很多 来上海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中文 我说明一下 这个是我学中文的一个办法 我在军上写了很多的中国的生词 换衣服的时候 过来的时候 我尽量看一看 每个生词是什么意思 噓 后头告诉你了 从高中到大学 我一直是在学校里面的 最好的前锋 打破了学校所有的金球的记录 我的理想0米半的女孩子 这次是善良 比较高 脸蛋小 情绪稳定 可以陪我一起去锻炼的女孩 特别阳光健康的一个小伙子 我们继续翻开两张牌 徐载浩毕业于美国安城学院 学的是经济学 现在在中国当英文家教 正在创业中 年收入保密 曾经是全美优秀足球运动员 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 中韩文化大不同 你只有优点 你都没有缺点 没有 我当然有缺点 但是我尽量只想一想我的优点 因为应该提高我的自信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让自己找到更多的优点 让自己的自信提升 让自己更优秀 然后就没缺点了 对 你还曾经踢过球是吧 当过足球运动员 而且是全美优秀足球运动员 对 参加过美国队 对 从高中到大学 我一直踢足球运动员 有球吗 有球吗 来 有球 现场给我们来演示就好 好球 好球 难怪身体棒 你看 踢了很多年球 好球 好球 这鞋可能还不特别跟脚 但是已经踢得很好了 好 来 各位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我是有学过一点韩语的 但是没有专业的去学过 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姐姐 然后她有一个男朋友 说两句 比如说 我走了 叫 对吧 对 然后我睡觉了 叫 然后这两句我就是分不清 我每天吃完饭走的时候 都会 关上门的一刹那说一句 然后就走了 她的韩文真的不错 她翻译不错了 不是 你跟我说一说 我走了和我睡觉了 对 韩语怎么说 我走了怎么说 我走了 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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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觉了 睡觉了 一个是海鸡 一个是 一样吗 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在题板上面写的中韩文化大不同 想问一下 那你觉得 中国和韩国重要的文化差别在哪里 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吗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在大学的专业是经济 但是还有一个 一个是亚洲文明与语言 还有我在大学开始学中文 所以现在学了大概三年了 难怪 来上海六个月中文不会说那么好 在美国已经有学过了 对 那人家问的是 中国跟韩国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去韩国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韩国人或全家人去吃饭 叫长幼有序 就是对长辈很尊重 一定要长辈得先吃才行 长辈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其他人在吃 我觉得韩国文化跟中国也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喝酒还要党 不错 就是要侧着 因为我姐姐的男朋友是韩国人 她说韩国人喝酒要侧过来喝 对 如果年纪比较小的话 跟长辈是要侧过去 这习惯其实也是中国来的 中国以前是有袖子 对 那袖子一挡就喝掉了 所以现在 现在中国人习惯也变了 不仅要对对方喝 喝完以后 还要晾杯子和晾自己嘴 我喝完了 我干了 好 聊得很开心 很开心 如果我们想继续了解她的话 要翻开后两张牌 来为男嘉宾投票 3 2 1 好 我们继续翻开后两张牌 徐载昊恋爱过两次 她说最好的浪漫 不是偶尔的惊喜 是每一天 她喜欢外刚内容的女生 婚后至少有五个孩子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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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非常喜欢体足球 我要剩11个 11个孩子 你把一队都给造成了 造成一个体足球队 但是这个是我的梦想 天哪 你愣把你的媳妇 从一窈窕淑女生成这样 真的吗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是关于五个孩子 这是记不记忆就是说 可能生一到两个 然后会收养孩子 因为我是 我之前有做支教 我知道很多山区的孩子 可能没有父母 那我可能会觉得说 以后我会挑一些 就是这种条件 比较艰苦的孩子 收养过来 然后我来 就像自己的亲生孩子 一样照顾 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 原来的话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 听到你的话 以后我可能 我想一想 这个办法也可以的 因为 因为我们应该 帮助其他的 其他的人 大家 所以 这个是应该 非常好的办法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 让每个女人 生那么多孩子 她会觉得很辛苦的 但有那么多孩子 没有父母 我们可以收养回来 这也是 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自己 又满足自己的心愿了 我真的感动你的 你的心情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 最好的浪漫 不是偶尔的惊喜 那你觉得 你最浪漫的是 会做什么呢 我觉得最浪漫的是 每天的事情 如果我有女朋友的时候 每天尽量跟她一起 跟她聊天 睡觉以前 跟她一起 好玩 谈一谈好玩的 今天好玩的事情 所以今天小小的事情 都是造成一个非常浪漫的 氛围 对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说你喜欢外刚内柔的女生 那你跟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什么叫 外刚内柔的女生呢 我觉得女人应该是 外面是非常非常强 非常刚的心 但是里面我们 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时候 里面的非常温柔 什么都可能谈一谈 她的那个女孩子 所以我要保护她们的 困难的时间 以前困难的时间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为男嘉宾投票 如果想选的她 请给她留牌 3 2 1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给你 你最想了解谁 你可以选看她的VCR 2 2 大家好 我叫汪孟琪 我来自湖北武汉 现在是一个网店店主 我的店开了也快一年了 所以现在也醒了自己的客服 不用自己天天守在店子面前 现在更多的空余时间呢 是拿去逛街 逛街的话呢 我并不是去买衣服 我是去选版 选版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因为你要先去逛外面的商场 看一下现在流行的最新款是什么 然后你还要去网上看一下 大家都在卖什么呢 你就不要去卖那个款 因为那个款 是不是已经被大家卖烂了 最辛苦的事情是 他们没有上门服务 所以我需要自己拖着箱子 拿着货 然后坐船过去和回来 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还在兼职作品膜 作品膜是需要板机拍摄的 比如说大夏天的 顶着40度的高温 你要穿着毛衣在外面外拍 大冬天的我要穿着短袖短裤 在江边给个寒风拍摄 虽然做品膜很辛苦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而且还可以赚点进货钱 我心里的另一半呢 我不介意你还处于奋斗期 因为我很享受 两个人一起奋斗 创造出属于我们两个的 家庭的那种感觉 你是那个他嘛 如果你试的话 就来跟我表白吧 那接下来 你还可以通过问问题的方式 来了解其他女嘉宾 想问谁 5号 谈恋爱的话 最浪漫的 最浪漫的 一个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很容易被感动的 就如果我上课 你等我下课就已经很浪漫了 但是这个不是很普通的了 这个是每天我已经说的 那个那种一个浪漫 我觉得这样就很感动了 我说实话 没有碰到过很 romantic的事情 什么摆满蜡烛啊 送鲜花啊 从来没有过 你期待吗 我说没有一个女孩子不期待 但是我没有碰到过 但是一些小的事情 已经会让我觉得很感动 那你能告诉我 你觉得如果未来再谈一个女朋友 你会多浪漫 最浪漫的你会做什么 你设计一个浪漫的场景 我在高中的时候 在谈恋爱那个美国的女朋友的话 时候 我一个月以后我送她一个话 两个月以后我送两个话 一年半的时间 我给她差不多200多 每次我写一封很长的信 表现我的心里的爱她的 真的蛮浪漫的 因为有一种坚持 每个月要 对 还有脑子要清楚 不能算错 否则的话这事要出大事 是吧 那接下来呢 请你对女孩子说出你在择偶的时候 这个翻牌理由 我的理想 对象应该跟我一起运动 所以每周三次运动 每周不能跟她一起去三次健身房 她瑜伽都可以 请翻牌 这是个好习惯 对身体有好处 每周三次 你别听着老师老这么说 她从来不需要 这么多 蛮难的 每周三次这种坚持 对于现在正在创业的年轻人 需要时间 需要毅力耐力 各方面有点难度 好 还有要求吗 还有一个 我的理想的对象 应该比较冒险 工作上我要非常冒险的事情 她说的冒险 不是说以前我们说的什么蹦极啊 对 不是 对未来的一种风险 对 愿意跟她一起承担风险呢 好 还有要求吗 没有了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请继续为她留牌的女嘉宾 再做一下决定 是否要选择 三 二 一 莫老师 莉莉 我觉得怎么那么失败呢 我自己觉得站在小伙子旁边 我自己觉得是我失败 其实我们刚才 我们俩已经进了很大的力气 挖掘她身上一些闪光点 尊老爱幼 没错 愿意运动 对生活充满信心 一往无前 争取创业 而且还有非常长时间的 这个美国的学习的背景 有足够的国际视野 为什么有人选 还特别阳光善良 对 其实我是最后一个翻牌的 因为我觉得男嘉宾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但是就是那个 婚后至少有五个孩子 这个受不了 这个受不了 真的这个 好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翻牌的理由 可能也有很多女孩子觉得 如果将来有一天嫁到韩国去 不忍离家 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你还有机会 你刚才留在我手机上的这个号码 你还有机会向他表白 愿意尝试一下吗 或者你改主意了 愿意尝试 好 他选择的是五号 勒加斯 勒加斯 你好 你好 因为我的中文不太好 我知道你可以说 可以说英语 所以我要说一说 所以我要说一说 你一个美丽的女孩 当我第一次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的眼睛 你一个很真实的女孩 你有一种感觉 你给了我一个真实的感觉 你给了我一个真实的感觉 你一个比较远的 我看见你以前 你一样过很多 你以前过了何以ほど 你还是年轻的人 你跟我一样的 但是 你已经过了这些难受 我现在过了 你过了他们的难受 你比其他人 那些人 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认为 我可以把你 去迫免的心态 and i would love to do that um in the future with you 我也想要五个孩子而且刚才杨汉斌跟你说的那个领养的意见的时候 你说你感动所以我觉得你很善良 然后我也喜欢会踢足球的男孩子 但是你看过谁能百里挑一的话 你知道我的前男友是西班牙人 然后我当时写的分手原因是文化差异 这个我跟他谈也有两三年感情也非常深 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分开 我很害怕去再跟一个外国人在一起 那我得跟您说 姑娘 西班牙人跟韩国人还是有区别的 对 是 这个东亚文化相比之下 中日韩的彼此理解更容易一些 然后像你父母会不会说英语呢 如果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跟长辈之间的交流还是很重要 这样才是家庭 回首一年 活动没有问题 那管他的文化差异你教我韩语 我找到你是外港内容的一个女孩 女孩车 你可能还没有听明白 她已经跟你说了 她应该听不到位置 她应该听不到 所以 whatever 文化差异的 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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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的话 两个人应该可以 为彼此去改变去示意 所以我就选择了她 2013年9月13日 台湾男嘉宾得到了 乌妈妈的强力认可 两人现场携手回去后 乌妈妈带着女儿和男嘉宾 进行了首次约会 我的女儿非常忙 真的没有时间交男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 空窗期很久 我跟她爸爸经常讲 女儿啊 你连妆都不化 怎么嫁出去啊 她就是你说的 爱穿布鞋的女孩 一把茶杯端向谁 请决定 一把茶杯端向谁 请决定 我特别带她们来见面 因为那一天 女儿没有时间可以上节目 她们没见过面 那至于这个女儿的看法 或怎么样 就由她自己去做 做妈妈的也只能做到这样啊 我觉得我还是很相信妈妈的眼光的 我这一次第一次看到这个男生 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比较淳朴 然后呢 我跟他呢 还算有话聊 但是可能 毕竟才第一次见面 所以我还不知道 未来会有什么发展的情况 那么还是要再慢慢观察才会知道 好 我觉得这次一次相当愉快的约会 对她的印象也相当的好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想是相当有发展性的 不过烂烂的回忆 尝识了 破把火猜过来 我们感谢天窝碳烧奶茶 对百里挑一的独家冠名 来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史蒂伯 我今天23岁 来自文德华 加拿大 我是在郑州荷兰生的 但是我三岁去了德国 十岁又去了加拿大 回来上海四个月了 我现在是个私人健康孤文 hashtag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你只活一次 在现在北美 这是一个很 popular 一个声音 就是我跟我的爱情 我跟我女朋友 不管我们做什么 或者是谁只有一个 只有一次机会 我们做每件事 你那句话在北美 现在很流行 然后俩人一见面 YOLO 就明白你大概是什么意思 对 我老老说 今天是小眼男专场吗 好像是 对 后面一个也是小眼睛的 你也看到了是吧 对 你们三个站一块 比比谁更小 应该是那个韩哥的 我们刚才比过 斯蒂文今天穿着衣服也逗 你这个扣子几乎就差俩 就彻底就穿了 上面的扣子坏了 是 扣子坏了 真幽默 这是要体现你的胸大肌很大 身体这很壮 不是故意的 所以没办法 你的猜疑是 我的猜疑是 我会从 M&M 《Spacebound》的端局 弄一个很短的一个rap I do whatever it takes When I'm with you I get to shakes My body aches When I ain't with you I have zero strength There's no limit on how far I will go No boundaries, no lanes How do we do that Until we get the person that we thanks It's gonna be the one of them Once we get them It's never the same You want them when they don't want you Soon as they do feelings change It's not a contest It's an iron No conquest with no mate I wasn't looking When I stumbled onto you Must have been fate But so much is a stake What the fuck does it take Let's cut to the chase Criving is a heavy move 差不多 我真得问你一下 这rap如果没有这个外部的这个键盘的节奏 像你这么唱 究竟是在板眼上的 还是完全都荒腔走板 没有 就是词会很快 然后最后的就越会弄越弄越快 直到最后有点复杂 最后那个你学会了吗 没说 来 尤其 好 这位一个完全在国外长大的男孩 那究竟你喜欢的是我们女嘉宾当中的哪一位呢 按下他的号码 选好了 来 各位女嘉宾说下第一印象 就虽然男嘉宾刚刚才艺表演就完全听不懂的 但是从他一上来 就是给我的那种感觉是我喜欢的类型 然后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谢谢 男嘉宾 你的耳朵跟我买像的 大招锋 像猴子一样 我真是有一点 是这样的 对吧 对 我也招锋 对 很多人说我长得像猴子 对 我也觉得那么好 没事 我觉得你的眼神是那种 有点小坏的男生 就是那种坏坏的感觉 你有朋友会说吗 我有听说很多人这样说 但是我其实我人很好的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上来就一直在晃 你如果晃的速度 频率再快一点 我们全场女嘉宾要为你晕倒了 是一个习惯 我真是站不住 男嘉宾最吸引我的 其实是他的小胡子 我小时候 我爸爸就经常用胡子扎我脸 当时我会就是觉得就跑开 但长大了以后 就是还是挺欣赏 像留胡子好看的男生 好 谢谢 刚才你说 你上面那个扣子坏掉了 是不是因为你肌肉太大 然后那个扣子太紧 然后你一挺胸 砰就崩开了 是这样坏掉的吗 是 是我自己故意弄坏的 就记不上了 你好坏 我懂了 终于说明白 是故意给弄坏的 故意弄坏的 你应该有6块腹肌吧 8块 这事是不是吹牛要验证一下 我妈真的会骂死我了 没关系 我会通知导演把这段剪了 那你妈看不见 我可以再往下露两个 可以 可以 没法扣多了 数了没几块 数了8块 孟老师 咱怎么办 你不会让我大伙 采访我的一个 一半腹肌 没事 你年轻的时候 肯定也是这样的 对吧 你说对啊 你说对啊 来 一起来看VCR 嗨 大家好 我叫Steven 我来自温文华 加拿大 我今年23岁 我刚从大学毕业 然后现在就回来上海 我也有工作 我很喜欢自由 就是我不喜欢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一日子的工作 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空间 因为我是个健康师 我做饭和吃饭对我很重要 一般每天我会吃 差不多五到六顿饭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会自己做饭 像早餐 晚餐 都是我自己做的 真的很好吃啊 你应该来试试 我对女孩子其实不是很挑 我觉得一个人的个性最重要 我不喜欢的 像公主变成的女孩子 我来了 请他玩玩玩 好 我们继续翻看两张酷格牌 来了解 Steven毕业于西蒙菲莎大学 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双本科 对对对 这是在加拿大 对 现在做私人健康顾问 年收入呢是20万 家 因为自己有腰伤而留在上海 属于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太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 疯狂赚钱只是为了妈妈 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 我腰间盘有突出 但是我 对 我腰间盘 你做什么运动会把腰间盘弄得突出 问题是这是已经是第二次了 我其实我17岁的时候 已经突出了一次 我已经做过一次手术 第一次是打橄榄球打伤的 然后做手术好了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4月份左右又突出了一遍 然后 你是搭美食干蓝 对 那个 撞击性特别强 难怪 那现在是其实在这个这边找中医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去西边看治疗的话 必须得开刀 又要开刀 开很大的一个刀 然后我不是太想再开刀了 那其实照这样 你第一次刀就不应该开 对吧 罗老师 对对对对 第一次就应该用那个是 叫正骨推拿对吗 其实而且正骨推拿据说还是河南 有一个医院特别好 中医在治这个腰间盘突出方面 比西医的办法是更多 你第一刀已经开坏了 对 问题是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在问话也没办法说 那嘉宾您好 那您上面写到健康顾问 那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OK 这是个好问题 我 我的客户都是私人的客户 就是我自己去外面自己找的 不能帮我介绍的 然后就我会管住他们完全的吃的 我帮他们做饭帮他们买菜 控制他们每天吃什么应该吃什么 然后家人上面我会帮他们 去健身 然后帮他们弄治療 就是因为我学心理学 有时候那些人就不想从床上爬起来 或者有一个坏日 或者什么 就我会帮他们聊天那样 就是一个完全的套餐 就完完全全 是一个有机化的 帮助一个人健康生活的一个 就会让他的身体好受一些 让他的情绪好受一些 让他的态度更开心理 身体 心理 各方面的一个健康管理 对 那你加油 平时 平时你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犯职业病 就比如说你和女朋友在一起 然后女朋友想吃什么 然后你说那个不要吃 因为那个不健康或者怎样 没有 我希望我女朋友跟我会像 但是我不会逼她 她想吃蛋糕 薯椒什么 所以她了 那让她开心那就她开心了 那男嘉宾你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但是总归你这样晚几年以后 需要一个定点 需要 那你觉得哪里是你落地的地方 想定居下来的地方吗 这问题确实很重要 因为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 你因为腰伤而留在上海 对 所以你不见得你要居住在上海 是 我 我没有想很多 我只是想 我要是有个好理由在上海待着 不管是工作或者私人 或者是女朋友 那我就会在上海待着 我要是没有一个好理由在上海待着的话 我会差不多12月份1月份离开上海 回加拿 没有 回去去巴西 去巴西 巴西准备待这段时间 待一年 待着差不多10月份 然后去南非 去南非 等你这一片都住完了 就比如说你三五十岁了 你总得定下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来上海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喜欢上海 不知道 她以后再说走到哪里不再说 她也很奇怪 她本人是一个私人健康顾问 按道理说 她的客户是相对固定的 她的客户不会像她这样 全人接去跑 我从来不会接客户接过三个月 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个班 就我教你们怎么 你懂 健身 教你们 所以我的费用很高很高 对吧 不是想拉你拉一年 要钱 就是你跟我学完了你就走 就那样子 赚了钱你就去旅游 对 哎呀 多好 是一种让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好 来 如果想继续了解她 请为她投票翻开后段上 不客户 三 二 一 一方天后两张不客户 不客户 男嘉宾 你这里写的是健康的高瘦型 那么如果说你的女朋友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她是很瘦的 但是一不小心她变胖了 然后你又正好是一个健康顾望 我就想说你会不会 因为你希望女朋友变瘦 而强迫 或者是硬要求她 去吃一些黄瓜啊 番茄啊这样子减肥 我不会希望我女朋友变瘦 因为她想变瘦 她自己想变瘦 因为喜欢上一个人的外表 只是刚开始一段日子嘛 对吧 不管是一个月三个月或什么 然后就是她的个性比较重要 因为对我来说她的个性 她的人比她长相的重要多了 只要她没有胖到 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话 那就没事了 你调准还真不够 不是啊 因为她没法下楼梯啊 或者坐电梯 只要她一定坐完 那就不行了 就是因为你会帮你的客户 准备那种早中晚餐嘛 那你会帮你女朋友 准备这种餐食吗 肯定会 因为我的客户 就是我为我自己做饭 以后多做一点 对吧 所以我一般在家 我很少会出去吃的 除了跟朋友外或什么 一般都我自己做饭在家吃 那这顿浪漫的晚餐 和平时除了就是你有蜡烛 可以这种特别惊喜 还有更浪漫的吗 每个人的浪漫的意思就不一样 这对我来说就是很浪漫的 有可能你的浪漫跟我的不一样 了解一下 但是我们可以谈 表现你想要更浪漫的东西的话 好 谢谢 好了 来 继续来位男嘉宾投票 如果想选的请留牌 各位嘉宾请准备 3 2 1 好 那接下来呢 你想了解哪个女嘉宾可以告诉我 我还没看团了 你不能看 太迫不及待了 8号吧 大家好 我是杨雨薇 在之前的节目中 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冷 比较难接近的女生 其实现实生活中 我是一个爱笑活泼的小猴子 下班之后我是显不住的 我会出去逛逛街吃吃美食 朋友们都叫我大众点评王 是一个下午茶达人 那上海比较知名的下午茶 几乎都去过咯 你看我这样 其实我的运动细胞还不错哦 从小我就跳舞 所以我的协调能力和韧带 都是很棒的 那工作方面呢 有了小小的变化 这一年我换到了餐检的督查部门 从做一休二变成了做长日班 在台上也都快一年了 其实并不是我要求高 只是为我而来的男生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不符合我的要求 要不是年纪太大 就是身边的女生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我是一个很黏人的大女人 我希望有一个 可以天天陪着我的听话男友 那这个听话的小男生 你出现了吗 如果你出现了 要赶快把我牵走哦 那接下来你还可以通过 问问题的方式 我的问题就是 要是我们去第一次约会 要是我说我不能 让你来决定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去哪儿我们做什么 你会选择我们去干嘛 对 还是问杨宇威 我可以问其他的吗 你可以问三个人 十四 可能我会把你带到一个什么郊区的地方 带你看个星星啊 或者带到海边啊 大半夜的游个泳啊之类的 除了郊区以外都听着了 他不愿意去郊区 就是这种比较出气不易 你想象不到的环境 好 来 如果要是第一次约会的话 我应该会选在晚上 不是喝碗碗饭 要两个人先一起吃烛光晚餐 然后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一起手牵手在海边散步 聊天 说说心里话 那就肯定不是在上海了 因为他要有海边嘛 上海有 梦贤和金山就可以去 没有没有 黄富江也算不 那是江边 好 那接下来 你在选择女友的时候 所不能接受的这个条件 来列举一下 看看他们会不会翻牌 OK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很爱水果 所以不爱吃水果 女孩子一起 我爱吃水果的女孩 请翻牌 还真有 来 下一个要求 OK 第二个要求 有点困难了 不会喝酒的女孩子翻牌 哦 这个可能蛮多的 没有没有 让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的朋友对我很重要 然后我会跟我朋友 出去玩或什么 然后我们一般都会喝酒 出去玩嘛 要是我一个女朋友在那 不喝酒的话 我怕会尴尬那种 对 好 下一个要求 最后一个要求 就是因为我大部分朋友 在上海都还是老外 所以我希望我女朋友 会说英语 不会说英文的 那请翻牌 那就剩一位女嘉宾 还继续被你留牌了 那么你是不是要选择 我们再来给你个机会 三 二 一 有请 男嘉宾 你好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杨汉斌 今年23岁 然后我先是在一家广告公司 做项目经理 然后还有一个兼职 就是酒吧合伙人 那其实从你上台的 你那个爱情宣言开始 我就觉得 是我喜欢的类型 首先你的外形很吸引我 你的那个爱情宣言 就是我追求的生活方式 对我来说 我的生活就是 很随意很随性的 我们可以就是 生活完全没有计划 按照自己的性格来 我开心做就做 不开心做就不做 我很难找到一个这样 就是跟我相符的人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之前 包括之前拒绝我的理由 我家人不会喜欢 你这种类型的 你的什么生活方式 怎么样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 我真的很激动 包括你最后几个 翻牌的理由 唯一的就是说第三点 要英文很好 说实话我英文不好 很烂很烂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 你可以教我啊 我愿意接触你的那些朋友 你愿意让我接触他们 那就由你来教我英语好了 我就是 你的一切一切都是我喜欢的 谢谢 这是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想说就是 其实我外表看起来 就是很强势很大女人的那种 就是有的时候 不算是公主病吧 但是会很任性 我会让身边的人都听我的 但是因为我知道 没有一个人能替我去指引方向 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去 保护我去包容我一切 所以 好 好 我懂 我懂 谢谢 我觉得你的八块腹肌可以保护我 我要的不多 给我一个拥抱就好 不管你要去哪里 我都可以陪着你 只要你给我一个坚实的拥抱 让我感觉到温暖就可以 你可以接受我了 你可以接受我了 鹤立独行的杨汉斌遇到了如此性格相投的男嘉宾 能否牵手成功 精彩不容错过 爱你一万年 我看到你想到了 08年奥运会的那个火娃 他说呢 对朋友两肋插刀 属于叫易怒男 我查一下可能血液里头缺心或者缺钙吧 你说你可能只会再爱一个人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其实我外表看起来就是很强势很大女人的那种 我会让身边的人都听我的 那是因为我知道 没有一个人能替我去指引方向 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去保护我去包容我的一切 所以 好好好 我懂了 我懂了 我觉得你的大块腹肌可以保护我 我要的不多 给我一个拥抱就好 所以 你可以接受我吗 第一次我想先说真的很谢谢 我知道你这样说快快哭了很 你是个很勇敢的一个人 啊 啊 你懂我 我这人我懂 我真的觉得你和我蛮像的 对我来说的问题是 我怕你跟我有点太像了 我觉得我们刚开始肯定会很好 但是我怕我们将来慢慢的恋爱会没了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最终就是要变成亲人的 是 但是我 我懂这一点 因为我前女朋友是这样 我走过这条路 我真的走过这条路 你长相跟她完全不一样 我不是她 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我跟她就是一样 结果会是一样 因为你的个性跟我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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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啊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杨涵斌 你还要向这个女孩子表白吗 你还要向这个女孩子表白吗 Steven 你想好 我这人做事是做到底的那种人 不管是私人或者不要 那我就向大家揭晓了好吗 8号 杨宇薇 你眼睛崩那么大 今天我们给你创造了一个机会 你站得比刚才杨涵斌 对你表白的时候站得离杨宇薇更近 我希望这个时候你能拿出你全部的诚意 去打动这个女孩 我现在刚才被她感动了很多 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之前走过那条路 我其实我想试一下跟一个 跟我不一样的女孩子在一起 你懂吗 因为我看了节目看了几次了 每次你都有点安静一点 比较不是很说话 不是很像 但是我想把 我觉得你有个活泼的一遍 有像我这样的一部分 我想把你的部分带出来 别人 我做别人健康的吃 或者帮他们做饭 都来花很多钱的 但是你要是我的女朋友的话 是免费的 其实我也喜欢吃 所以可能吃得不太健康 而且我一直想减肥瘦一点 而且比较健康地瘦下来 就是你的职业是我其实还蛮喜欢的 但是我可能觉得你的生活方式不太适合我 因为你说走就走了 太 如果我很依赖你的那我怎么办 而且我不想改变一个人 就是我喜欢你 让我的感觉就有点太二溜子了 因为我们有文化差异的嘛 我我我喜欢花脸子给男朋友 我说哎呀晚上很晚的 然后他就说不要紧的 我会来接你的 但是你听不懂呀 就我不喜欢把话说太明白 明白吗 所以就是下次我要瘦身健康的瘦身 我会找你吗 我给你优惠的 要收钱的 收费很多的 优惠一点 有费一点 有费一点 打个九折吧 九五吧 你开 你放这就拉出一个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我们觉得这小伙子 真的特别适合一个有文艺气息 浪漫情怀 然后浪迹天涯那种特性的女孩 因为她很多会不定 不知道未来在哪儿不知道 会应该哪儿不知道 工作在哪儿不知道 但这种不知道 可能不给你一种安全感的稳定性 却会给你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 对 就是像三毛跟何希的关系 所以可能在台上 没有这样一个适合她的女孩 那希望生活中 会有这么一个人和她结缘 跟着我附送爱情条约翼 所有的拆迁都要感知若移 当她的司机 当她的怪地 还要当她的替换 我想为池民打开这杯酒 我希望你能够亲自地品尝一下 好感受一下你在我心中的味道 可以吗 诗敏和白花的幸福缺手 引来了大家的无比关注 而白花在现场 也获得女嘉宾的16颗爱心选择 节目组为两人准备了一次 漫漫约会 会有什么意外惊喜发生 广告很短 请不要走开 我跟你讲呀 很记得 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他说啊 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再跟你讲话 你在干什么 我想说 他说呢 对朋友啊 两类插刀 属于叫易怒男 你说你可能 只会再爱一个人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其实我没有来过苏州 总以为觉得 好像苏州挺远的 那今天坐动车过来的话 也就半个小时 准时就到了 那其实我觉得 好像也挺方便的 众所周知呢 赤敏他特别爱睡懒觉 所以呢 我特意为他准备了 一束紫颜色的睡帘 这是第一次约会 跟女生约会的话 那你必须要准备的礼物了 第一次和我家胖子约会 其实心里还蛮忐忑的 也不知道约会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是第一次 离开上海 在一个异地的地方 和一个男生约会 在节目上呢 大家看到白话 好像有点高富帅 有点拽拽的 有点画坏的那种感觉 但我感觉 接受下来还好啦 就感觉他 有点像小孩子 然后特别二 特别喜欢和别人开玩笑 让人惊喜的是 他竟然给我带来 这支胡子笔 然后是我当时 在节目上的时候 留给他的 他非常的喜欢 他今天又带到了苏州 那我决定跟他一起 在一家书吧 为未来的自己 记上一份明镜片 当然了 一定是用这支胡子笔来写的 我跟他接触的时间越久 我发现越离不开 像一个有小孩子气 但却有时候 有点大女人的坏小孩 我家胖的心里面还蛮细的 他知道我最近工作忙 牙齿有点肿吧 有点疼 然后他马上知道了以后 就去药店给我买了 那个消肿的药 所以让我感觉到 这个男生心特别细意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 很好地走下去 也感谢百里挑一 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那我相信呢 我一定会和驰名两个人努力 将这一段感情和幸福延续下去 好了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许杨玉 今年30岁 来自河北省石亚庄市 现任职于外企亚洲区 销售总监助理 我的爱情宣言是 在转角意见那个他 如果他一直没有到来 我会拿个板凳在那一直等他 你是在做抢劫呢你是 转角凸凸凸凸凸 你在等一人 我带来一个才艺 是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我唱得不好 见谅 这首歌名叫 我唱得不好 请见谅是吧 对 那叫那个 爱你一万年 都得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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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只转入浅身一天 地球只转入浅身一天 那时代表多想要一天 真像美的爱你 没有记性 也没有缺陷 的球子转移只是一年 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 很久的地平行和我的心永不改变 爱你一万年 爱你今的起口言 我经历了世界的巨星 有新地狱的极限 静静的想念 好 恭喜你 来 有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爱谁一万年 不过你会让她听这首歌真的够参与的 好 来 各位嘉宾 这个第一印象 你好 徐良玉 你好 我是这个 咱们都是老乡 你是石家庄的是不是 我是苍州的 对 然后用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就是用石家庄的话是可沾了 谢谢 梁安彬 你好 我觉得你的脑袋好大 跟我一样都大头发 没事 这又没什么好笑的是不是 大头大头笑也不愁 发型的关系 是发型的问题 男嘉宾 你好 你的发型真的蛮可爱 我看到你想到了08年奥运会的那个火娃 火发那个样子的很可爱 谢谢 我想说娃娃脸就是占便宜 你刚才说是有30岁了是吗 对 但是真的超不像 发型的关系 发型的关系 你可能什么都归光于发型 今天那个头也是专门为这个 上节目做的 你以前的头发不是这样的 我本身头发很直 这是有意去烫一点 对对对 小子卷 发型说这样比较复古 好 来继续看一下男嘉宾的微笑 大家好 我叫许朗玉 今年30岁 来自河北城市压装师 仙镇里面外企 亚洲区销售总监助务 主要负责中国的精英DVIP 在新西兰的高端旅游 我平时喜欢在家打打游戏 放松一下 我还喜欢打篮球 健身等运动 我希望找一个皮肤白皙 身材苗条 性格温柔的女生 好 我们来继续翻开两张扑克牌 看看还有什么信息呢 李章玉毕业于西西兰林肯大学商科 现在在做高端房产亚洲区的销售总监助理 年收入20万 他说对朋友两肋插刀 属于叫易怒男 智商高于情商 很了解新西兰的酒文化 你又不是卖酒了 你最后最后一定要加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 我也做过一段就是 在新西兰的这个燕京啤酒的总代理 所以说 燕京啤酒总代理 你在新西兰就已经工作过了 对对对对 我毕业了之后 就一直在新西兰那边工作 哦 那卖的好吧 李章 因为新西兰我觉得 它是一个属于 怎么说的呢 市酒的国家 就是说酒卖的还不错 那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易怒男 这个好像看到就 我作为女性啊 对 可能女孩子直接会关注到这点 易怒是很容易生气吗 有一点 有一点 也不是说 就是说对所有人 就是说可能对 对女朋友就是比较亲密关系的人 反而容易易怒 如果说对一般的朋友 反而会比较 没有那么容易易怒 反而是对女朋友 最亲密的容易易怒 就是觉得对方 对他来说很安全 他适当的时候 有一些器具垃圾可以 就发脾气有安全度 对 道给他 对 你的易怒 是因为你的智商高呢 还是情商低呢 我觉得有很多因素组成吧 情商也低 然后也有一定的遗传方面 然后我查一下 可能学院里头缺心 或者缺钙吧 可能 男嘉宾 我的脾气也是易怒 但是我是很快就发出来 比如说打电话 打了十秒钟的时候 一下子爆发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不过我想起来有件事情 我就打给你 我说我跟你讲呀 什么什么 就完全把前面这件事情忘记了 那你还会对我发脾气吗 您这是精神有问题吗 不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脾气比较急 就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跟你讲呀很激烈 我现在问你件事情 他说啊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就我在跟你讲话 你在干什么 我想说 然后呢就火气一下子 冲到脑门上了你知道吧 然后但是我 马上就可以降下来 但是我就控制不住 就他缺心 我俩缺很多东西吧 我觉得你这个 不是缺心是缺心眼 对 但我真的马上就可以忘记了 我觉得你这个情况 跟我有点相像 跟你像 真的真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控制的话 短时间内的话 是做不到的 我一开始 我其实很早前 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会跟你女朋友 发完火之后 我过个几个小时 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做错 不是说 那我给你好 我几分钟就好了 不是就是我举个 对你比我好 你比我强 然后就是说 需要学会控制的话 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这种压制 和你要去理解这些问题的原因 但最主要我觉得 是有血缘里的问题的 因为真的是这样 我可能会 你们会觉得我比较矫情 但是我觉得 这个真的有血缘里的问题 真的 是我们第一次听说 这个如意发火的人 确实跟血液当中某种 对 因为 微量元素元素含量是有关的 我问 我问 这是属嘉宾个人观点 对 我想问问 属于我个人观点 但是我 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很久 因为他一直困扰我 他研究过人家 我一直在思考 训过医生吗 没有 你拿 你来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是什么血型的 我是O型 对的 他是O型 就是我猜这是O型的 因为O型的人是 亦表达自己的感情的 你也是啊 我也是O型的 O型的人都会是 看起来是有道理 血型是有道理 所以 有一个控制就是说 马上抱脾气的方式 就是 你握紧拳头 然后每当要 就是要发脾气的时候 你就倒数三秒 一二三 然后你就会 稍稍地冷静下来 不是 你那个时候 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一下子就火上来了 还会 如果想要控制的话 就不会发脾气了 就我每次发好脾气 没错 这话我同意 我觉得那个8号女主嘉宾 跟我真的绝对是 比较相似的情况 没办法 如果真的她跟杨雨薇是一对 那完蛋了 那跑半天了 打起来 好 如果愿意选择她 请继续支持 三 二 一 好 翻开过两张铺牌 小徐呢 谈过三四恋 帮助女生做情感疗伤 为了初恋 还放弃过这个第二任女朋友 她说好脾气 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这就迎合了之前 她说准了 你还为了初恋放弃过第二任 对啊 你又找回去了 也不是说找回去 因为我当时跟我第二任女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初恋就是说 她正好是生病住院嘛 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一定过去 然后我去院了之后 她又不让我走 后来就是然后对啊 第二天 但是我觉得我的心还是留在 一直留在第一段感情当时 那么如果你在 在谈恋爱的话 有一天你的初恋 又遇到麻烦了 也许生病了 遇到什么事情 再一次回来找你 你是不是还会放弃那个女孩 跟你初恋和好 不会 她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其次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 虽然说 我的恋爱次数可能有三次 但是我觉得 我可能只爱过一个人 我觉得我还能再爱一个人 也就是一个人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帮助女生感情疗伤 你是一个就是等于说像 知心哥哥类型的男生 但是你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你还会帮其他女生做感情疗伤吗 是这样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 然后她呢 是我们那块的那个 情感热线的电台这个主持 她因为她有很多这种 刚受过这种感情创伤的女生 女生会给她打电话求助 然后呢 她就每次就安排到我这儿 然后嘛 因为我一声量 她就等于给我介绍女朋友 然后就导致我 每一次跟一个女生开始的时候 就先要为她疗伤 先要给她解决她以前的 这种情感问题 你亲自打得伤病原 对 就此扶伤嘛 然后我自己挂了 然后他们把负能量 都传递给我之后 我也就变成了负能量 对 好了 如果继续想选择的话 请给她留牌 各位请准备一下 3 2 1 女人有的时候的选择 经常是 是稍微缺点判断 这个小伙子 其实是我见过的很聪明的一个人 对 他说自己的智商高于情商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先把破绽先卖出来 我跟你说 如果以后我要是发火 你可别怪我 这总比一个人先说 我脾气好得很 突然间发了火 你被他失望 所以呢 他站在这的时候 他所有的这个 揭示他自己 都把最坏那部分都给醒了 我很少建议一个这男人 敢于这么把他一些 比较差的一些内容 都给展示给诸位 所以这个男孩 其实是很有欺凶的 好了 来那接下来你想了解谁了 机会在你的手里 2号和6号 2号和6号 来 你们未来两人的 对婚姻的计划 有什么相关的计划 嗯 什么时候结婚 有没有计划 嗯 婚姻吗 我计划是四年内都不结婚的 嗯 因为我要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嗯 如果说计划的话 我是有想过是在26岁之前 或者26岁结婚 30岁之前有两个小孩 基本上四年内都不结婚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你来提出 对你选择女友时候的要求 只有三张牌 所以呢最多提三个 呃 女友的要求是 一是笑点不能太高 说什么都不笑很难过 那是面瘫 哈哈哈哈 好 下一个要求 嗯 内心是纯爷们儿的 请翻牌 内心纯爷们儿的请翻牌 哎 现在女汉子还挺多的 我跟你说 真的 就觉得我想什么事都要做主 嗯 来 两个汉子有嫁于男人的这个愿望 好 两股相争必有一伤啊 嗯 第三个要求呢 第三个就是啊 不会烫衬衣的请翻牌 哦 不会烫衬衫的请翻牌 不会烫衬衫的请翻牌 好了 那么这两位你们是要选择吗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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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阿宾你好 你好 我叫乌倩 今年25岁 然后呢 我是一名汽车战略设计师 有一家自己的淘宝店 其实我是一个内心 比较坚定而独立 温柔而不妥协的一个女孩 然后我刚才看你讲说 你是不太喜欢那种 内心是纯爷们的吗 所以我觉得自己还 还OK了 还没有很爷们了 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你敢于在这里把你的缺点 也谈不上是优点的东西 展示在这里 可能当大家去接受到你缺点的时候 你的一些优点会更容易被发现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欣赏 学良宇老湘你好 向你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董慧 苍州的离时家装挺近的 我之前做过两年的新闻主播 后来辞职了 因为我有更远的梦想 现在在北京接着读书 我的梦想就是去环游世界 所以我打算努力做一名旅游节目的主持人 你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什么 我之所以走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你是一个不会藏着的人 这是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的 也包括我自己 你说你智商高于情商是吗 对对对 我认为我的情商还不赖 我的智商不怎么样 然后你说你脾气不好 我脾气很好 所以你说你可能只会再爱一个人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也对两位女嘉宾坚定的选择 徐良玉会做出令人惊讶的决定吗 精彩马上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当大家去接受到你缺点的时候 你的一些优点会更容易被发现 所以我觉得我还能欣赏 你说你可能只会再爱一个人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好 来 那么接下来就请你面对两位女嘉宾 做你的决定 那个乌倩的那个 是我少数几个女嘉宾 我特意看过你的那个视频的 和介绍的 我觉得你肯定是个女汉 真的 我觉得你各方面都特别优秀 然后就是说非常独立 多聪明的小伙子 世界上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但是我虽然你一直都是想 你觉得什么样的算是女汉子啊 你就是女汉子 我觉得我们做朋友会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你肯定是女汉子 就是你的内心深处 最深处的地方 肯定是 也许会我的判断会比较片面 但是没办法 我现在暂时只能说不好意思 然后关于我的老乡的话 我是因为毕竟了解不多嘛 然后我还是想坚持一下 我的心动女生 好 谢谢 两位请问 祝你成功 祝你们幸福 希望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好 来 请回 那么我来为大家揭晓 他刚才选择的女嘉宾 他选择的是 二号 汪孟琪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开始吗 开始了 不是 是要做那个什么 哦 你想 相识20秒 对 对 没有这个环境 是吧 我们给你创造这个机会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靠语言 不能够说回对方 我们让你们相识20秒 好 相识20秒 好 接下来就进入 天窝探烧奶茶 动情时刻 我们继续 开始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用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 你 懂 你 我觉得 你会有一种 能让我 想保护你的成本 男嘉宾要求的浪漫对视 会让汪孟琪 做出什么选择 广告很短 请不要走开 我觉得 你会有一种 能让我想保护你的成本 我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 然后 纯爷们 你是纯爷们 我真的是纯爷们 你肯定没看我的节目 是不是 我是纯爷们 超汉子型的 纯爷们 败在纯爷们上 什么 我觉得怎么说呢 纯爷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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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30岁了 你还不了解这个情况 当一个女人在你面前说 我很独立 我以为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她在变相 再拒绝一个概念 如果这个女人跟你说 我现在特别虚弱 她恰恰是需要你 其实汪孟琪 就这一句话我就知道了 刚才那20秒 没看出结果来 她一直瞅我笑 还一直笑 汪孟琪平时坐在上面 还挺温婉的 到了这儿 我纯爷们 我真的纯爷们 大家都知道 那纯爷们我觉得 因为我试过嘛 那你要说你是纯爷们的话 那我觉得是有点 不是太合适 好吧 握个手 没事 加油 我觉得这个事这么大 肯定有适合你的那个 能包容你一切的那种女人 好好好 谢谢 谢谢纯爷们 你就装着手 你就把自己装到 做那种 帮我装着手 来 谢谢 加油 遗憾了 小薰 只能就这样离开了 每个人有她的脾气 好